在有史以来所有关于恐龙的影视作品中 今年6月上映的《史前星球》是最精彩的 没有之一 Apple TV Plus 吃巨资 BBC自然历史频道兼致 这部采用当今最先进CGI技术的纪录片 汇集了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才 狮子王和波巴菲特之书等影片的团队执行制作 并由广播界传奇人物David Attenborough爵士担任旁白 这位伟大的解说 曾拒绝了上一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恐龙纪录片 1999年的《与恐龙同行》 那是一个由斯皮尔伯格指导的 侏罗级公园来定义恐龙的时代 在Attenborough爵士看来 与恐龙同行过于迎合大众消费文化对恐龙的偏好 而这也正是如今这部史前星球 努力纠正和获得成功的立足点 史前星球重新定义了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恐龙 曾经被有意忽略的基本常识 得到了充分尊重和展现 比如恐龙其实是温血动物 还有异龙并不是恐龙 而是与其有共同祖先的表亲 此外 这部纪录片还展示了许多最新的古生物学研究成果 虽然其中一部分仍属于推测 例如许多恐龙身上其实是有羽毛的 1.5吨重的雄性肉食牛龙像天堂鸟一样 在雌性面前表演交配舞蹈 肉食牛龙两只严重退化的蓝色前肢 就是它的神器 尼斯湖水怪的原型蛇颈龙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前往特定地区 吞下海水浅滩 蕴藏着的光滑的鹅卵石 以便更好磨碎和消化胃力的食物 三角龙则需要填土 帮助自己化解物食的有毒植物 为此要定期潜入漆黑一片的山洞隧道 史前星球是一首献给地球的赞歌 它一共五级 每集侧重于不同的 视觉上独特的恐龙气息底 海滩 沙漠 淡水 极地 以及森林 这显然是从BBC曾大获成功的 《地球脉动第二季》继承而来 它将白恶纪晚期的地球 栩栩如生地还原在荧幕上 从深邃的海底 到炙热的沙漠 从绵延不断的山火 到持续树日的暴风雪 从高原的悬崖峭壁 到雾气缭绕的沼泽湿地 从三个月见不到太阳升起的极地 到植物竞相生长 寸土必争的丛林 都让我们尽可能地沉浸在恐龙的世界中 对自己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爱恋 欣然而生 这可能也是 虽然这个系列的主角是恐龙 但名字却叫史前星球的原因吧 影片选择距今 6600万年的白恶纪晚期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一时期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和一些已被我们熟识的恐龙 比如霸王龙 三角龙 研刀龙等等 它们在流行文化中 作为野蛮和原始力量的象征 存在已久 影片制作者还执意 要向我们展示一些 以前从未见过的种类 避震的视觉效果 使它们拥有华丽 令人着迷的外观 通过可以从任意角度 切入的镜头 对它们行为的描述 令人眼花缭乱 古生物学家提供大量素材 以解释恐龙的生理功能 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互动时 产生的一个个美妙瞬间 蛇颈龙钻出水面呼吸 喷出的水雾形成了迷你小彩虹 薄片龙从海水潜入内陆淡水区域 留下鬼魅的身影 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 风神翼龙 在洪水冲击形成的小岛树林间漫步 拥有发光细胞的菊石雄性 需要跟上雌性的节奏 达到完美同步 才能赢得它的放心 而产卵是它们共同谱写的 生命的最后篇章 魔法般的星海 是它们的绝唱 影片还展现了一些恐龙 与人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物种同框的场景 这无一再度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感 在熟睡的特暴龙身上 蜥蜴战战兢兢地捕食着苍蝇 练习捕猎的小恶龙 追着螃蟹到处跑 一不小心 自己却成了恶魔脚蛙的美餐 史前星球是一部蕴含丰富情感的纪录片 它是认真的 有教育意义的 同时还提供了令人惊讶的戏剧性 把恐龙的生活编织成一个个 宫愁交错情节感人的小故事 恐龙生活的每一天 几乎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 哪怕像霸王龙这样的顶级劣食者 也不总是高准无忧 在试图带领幼崽渡海 前往食物更丰盛 环境更安全的近海小岛的过程中 它也会受到比自己体型大一倍的苍龙的袭击 长得像鸵鸟的四鸟龙 在河堤碎石地上坐窝 已不是件简单的事 而上贯大天鹅龙为了孵蛋 更是要长途跋涉 前往火山附近温暖的沙堤 拥有最后重装甲的南极甲龙 雄性成年后 要独自寻找新的领地 作为栖身之所 在冬天到来之前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死在探险的路上 后鼻龙是为数不多生活在极地 却不需要冬眠的物种 但必须时刻警惕 体型只比霸王龙略小的白熊龙的围追堵截 在暴雪下的对峙可能会持续好几天 这是一场残酷的生死耐力赛 而最后几乎都要以一只后鼻龙的死亡作为代价 其他成员才能脱险 翠鸟翼龙把卵生在远离尘消的悬崖上 新生小翼龙的第一直觉 就是攀爬至眼壁顶部 需要几个小时 它们的骨骼才能具备飞行的能力 上升气流会帮助它们中的一些幸运儿顺利起飞 而绝大多数翼龙最终都看不到目的地 雄性无畏龙成群结队来到沙漠中央 与雌龙们会合 雄性间经历一番殊死搏斗 胜利者用脖子上的气囊吹响号角 独占炫耀的梯台秀场 而失败者则很可能永远地留在了茫茫大漠之中 恐龙们为了生存 觅食 繁衍 和培养后代 每天都竭尽全力 它们行走 奔跑 捕猎 鸣叫 或者是简单的闲逛 有时振奋人心 有时又令人黯然身上 史前星球 带我们真正进入它们的世界 好像它们就生活在我们身旁 像我们一样 拥有七情六欲 喜怒哀乐 这是这个系列最令人兴奋的创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是Dr.Kupo 下次见